首先要给大家明确的是和磁共振和臂超是没有辐射的,而CT和X线的确有辐射,但是只要是次数合理,相对都是安全的。 如果是某些疾病需要复查,那么一段时间内,按照医生的安排进行复查也是相关安全的。 X线,这个就跟我们拍照是一个意思,原理是利用X射线穿透人体形成影像,就是拍照,所以影像是平面,因为X线穿过人体前后是重叠的,因此部分病造也会重叠在里面。 所以先在后边的,记住旁边的病造重叠了,看不到就会漏枕漏叹,适合年轻人,最常用于胸部,骨盒以及四肢,X线可以拍胸片,头颅片,四肢骨关节,还有消化刀造影等。 日常生活中,日常生活中主要还是胸片,筛查,恢复疾病,B超,原理上是利用超声波反射,得到不同的回声来形成影像,所以不存在辐射。 类似于在山谷里面喊一声,利用回声来测算距离有多远,强用于腹部,心脏,盆腔部位检查,比如乳腺,甲状腺,端脏,肌腺,胆膀,脖胺,子宫,乱抄等,此检查对医生水平要求相对较高,CT检查,类似于把面包切成片来看,利用X射线术对人梦部位进行断层扫描。 从而获得断面或力气图像,能让器官和结构更加清晰,清楚地显示病变,常用于头部,胸部,腹部及脊术疾病的检查。 如果有些四肢和骨骼问题,X射线无法看清楚,也可以选择CT。 此外,对于45岁以上人群,尤其是常年冲淹室大于10年的建议做肺部低级量CT,大概是十张胸偏数量,此数合理也是安全的,而且可以查到0.5厘米的病葬。 作用于早期肺癌的沙场,合磁过去MMR也是没有放射线的,通过人为制造一个磁场,让人体躺在里面,体内的清源则进行规律运动,进一步形成影像。 但是平时有发生,或者身体内有金属物的不建议做核磁,因为人在磁场中可能产生热量,甚至疑问,常用于颈椎腰椎疾病,因为需要观察椎尖盘与相应的神经根。 同样对于关节、肌肉、韧带、脂肪组织检查,核磁也是首选,还有道路、血管等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